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Time Hammer 让您了解各类故事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 善用刻意冷静提升领导力 切斯利·萨伦伯格机长 在2009年空中危机中所表现的行为 正是刻意冷静的表现 当时他驾驶的客机才起飞不久 就被一群飞鸟撞上 导致飞机的左右两个引擎失效 他肩负着重大考验 接下来所做的决定更是极大的赌注 但是他临危不乱 更重要的或许是他不盲从的 音寻标准应变程序 而是审慎评估身处的状况 检视自己的内在回应 然后做出极其困难 但却必须的决定 拒绝塔台飞航管制员告知其返回机场的建议 而是改将飞机直接迫降在纽约的哈德逊河 这是棱静思考后的行动 或许这个例子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与领导者毫无关联 毕竟大多数人都不会开飞机 也没有数百条人命掌握在手中 但在愈来愈多时候 我们的确面临了 必须在混乱与不确定的情况下 平衡自我情绪 并进行理性与谨慎考量的艰难任务 如果做到了 就能在压力反应爆发前 及早觉察到痛苦 怀疑或恐惧的初期内在讯号 防止情况变得更糟 对于面对复杂商业挑战的领导者来说 这可能是介于能够随机应变 顺势而起 或是无法应变 错失创新机会 甚至更糟的不同局面之间 而对萨利机长来说 则是生或死的抉择 大多数领导人会偏重一个人喜好 时下流行的趋势来选择领导风格 更糟的是在未经思考下 一个人固守的习惯或模式来行事 但其实我们需要的 是具备全盘思考整个状况 并针对每个挑战或时机 做出最佳选择的能力与工具 当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与适应时 这样的能力更显重要 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动荡诡谓 适应力已成为领导者的 首要关键能力 适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键时刻更是如此 在高风险与不确定的状况下 恰是挑战适应 学习创新以及创造力的时候 也是最需要这些能力的时刻 然而人类的大脑 在遇到高风险与不确定的情况时 会不自觉地做出 与学习和创造相反的反应 也因此影响我们 在极其重要时刻的表现 刻意冷静 就是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不是一种领导风格或行为 而是一种个人的自我控制训练 可以为领导者提供觉察与技巧 避免无效的反应 并根据当下状况选择最有效的思考 和行动模式 冷静思考是领导者 在思想独特技能的组合 是硬力 学习敏锐度 觉察力以及情绪的自我调节力 由于这个世界不断的快速变动 迫使我们无论是个人或在群体中 都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动荡 与不确定 而刻意冷静和过往相较也更显其重要性 当固有的方法与成功模式 无法因应新挑战时 我们的决定所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奏效 甚至没把握是否可以找到解答 就像萨利机长事前也不确定把飞机降落在 哈德逊河的激进计划会不会成功一样 像这种不确定的状况 就是我们说的适应区 为了在这个状态中取得成功 我们必须尽快适应环境 摆脱既有的模式和习惯 保持开放的态度 学习新事物 甚至找到新的学习和合作方式 适应区中有庞大的创造成长 创新和真正转变的机会 然而如果无法成长和改变 也有惨遭失败的风险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适应的速度 以及避免让自己陷入困境的本能 那些将我们从已知 安全可预期的范围推入适应区的状况 常会引发恐惧 让我们不自觉地感到受威胁 紧紧攀柱旧思维 揣着以往的成功模式 想法 信念和习惯不放 但这些在新的状况下 可能都发挥不了作用 在这样的态势下 我们常常把问题 归咎在其他人身上 或怪罪于环境 期待他们能够改变 却忘了思考自己能否抛弃成件 适应新的情况 挑战或机会 会有上述的反应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的大脑和身体 天生就会将不熟悉 或未知的状况 视为潜在的危险 特别是我们认为风险很高的时候 面对不确定性和压力时 寻求安全与熟悉的既定方式 和成功模式 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这并不代表 这么做最有效益 面对适应区的挑战时 倘若当下的情况需要去适应 但我们却跟随既定的反应模式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意外 然而这些需要我们快速适应 学习的状况 同时也让我们更难摆脱 能获得安全感的既定模式 幸好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来体验适应区开拓视野 接受不确定 对创新的想法和方式 抱持开放的态度 学习新事物 甚至找出新的学习方法 这么做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 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事 对我们的健康和福祉也有益 拥有觉察面对的挑战 是否位在适应区的能力 并利用此机会学习成长 而不是做出过失和无效的回应 就是刻意冷静的核心 这项修炼能让你意识到自己拥有如何经历和回应特定状况的选择权 让你保持专注 并在压力和变动下维持冷静 不会被本能反应牵着鼻子走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 你将了解刻意冷静的价值 为什么这项修炼如此重要 以及它如何帮助你增进发展与提升领导效能 当中包括认识不同区域的讯息 还有可以在这些区域中展现的多元方法 我们也会讨论到大脑和身体错综复杂的连接 这些连接决定了我们在压力之下的反应方式和原因 以及我们可以利用哪些工具来调节我们的反应 并在压力下保持觉察和冷静 在第二部分 你将学到刻意冷静的方法 探查导致我们固守惯性行为的隐形因素 以及如何发现和适应 包括如何透过强大的目标感 将充满压力的状况重新定义为 广大旅程的一部分 还有刻意冷静时 可能经历五个不同层次的内在与外部觉察 以及充分与全面复原的重要性 以使我们在需要的时候 能更轻松的在适应区内运作 而在第三部分 将进行刻意冷静的练习 如何透过刻意冷静转化到完全改变与其他人 的互动方式 无论是生活上还是职场上的各个层面 这包括人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 提高团队的信任和意识 以建立一个强调创新和协作的刻意冷静团队 最后你将有机会 极有为期四周的刻意冷静规范和日常练习 进行个人的实践 帮助你增进对外部环境和自我内在状态的觉察 将挑战重新定义为成长的机会 采用更新 更有效的思维 开始轻松驾驭适应区 四周之后 你将会对自己 自己的领导力以及周遭的人有全新的观点 刻意冷静不是一个目的地 而是一段旅程 我们三个不断教导 测试 也在日常实践这些练习 我们不但充满了热情 也永远都在学习 然而我们还是会走回头路 回到旧有的行为模式 或是被情绪冲昏头 自我接纳和宽恕是这一段旅程的重要部分 也是促进觉察和责任感的强大副产品 我们希望你能透过这本书 增进学习能力 并随着刻意冷静在世界日益复杂下 特别需要的技能度过动荡与困境 当我们自己 我们的机构和这个世界急迫需要转变时 刻意冷静能提供指引 我们非常感谢能将这些实践带给读者 也希望他能帮助你完成想做到的事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追踪以及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